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在此之中 涌现了一大批卓越的军事领袖 今天小编就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我心中的三位精雄与他们的封神之战 置之此地而后生 项羽巨鹿之战演员胡军扮演的项羽人们所熟知的西楚八王 项使 明吉 自语 力能扛顶 勇武过人 年少时随叔处项梁参与反抗暴击的起义中 初期威望并不大 并且随着叔父战死 秦军甚至都没有把项羽所在的土军当作最大的威胁 直到巨鹿之战 自陈胜 吴广起义之后 原六国各地旧贵族和军阀们纷纷起兵复国 天下大乱 事实 张寒与王林率兵 攻打几亿正胜的赵国邯郸 赵军不敌四十万秦军 被迫退守至巨鹿 并向周围的诸侯 义军紧急求来 楚怀王派出项羽和 刘邦分为两路进攻报警 并定下了 谁先拿下咸阳谁就做关中王 其中项羽的主攻路线正是巨鹿 但是 项羽此时的上级宋义 对巨鹿的形势并不看好 认为应当观望一段时间 其实 宋义的做法 也是当时大部分救援赵军的诸侯们的普遍看法 也就是先观望在座打算 因为张寒和王林的四十万秦军 不仅人数上优势巨大 而且有着外籍匈奴内成叛军的丰富经验 而项羽认为 如果再等下去 只会让秦军重演使皇帝各个击破横扫六国的历史 故而怒杀宋义亲自带楚军主动出击 当时的具体战况 可以简单地归纳为 王林所领二十万包围巨鹿 秦军长城主力的战斗力 可不是闹着玩的 因此 从北面救援的诸侯军不敢妄动 而张寒率领的二十万秦军 离王离不远的南边南营扎斩 互为鸡脚 因此 项羽要想率领自己的数万储军 一说为两万 也有记载说是五万击败这只四十万净旅 可谓困难重重 最后的作战过程出乎所有人意料 项羽派出一支部队 攻击秦军屯阳的滑线 然后偷袭张寒后方的机缘 张寒回救机缘之时 项羽率主力北上强渡张河 渡河后项羽率军破釜沉舟 只带了三天的粮食 强行切断王离和外界联系的勇道 并在张寒赶回主战场之前 彻底击垮已成孤军的王离不 之后的战斗 就是著名的巨鹿大战 将与三天之内九次出击 作弊上官的诸侯们 眼睁睁的 看着数万储军 杀得二十万长城秦军人养马帆 都被吓傻了 从此 项羽一战封神 而且 随后又回来的张寒主力 扑于项羽的威势 而投降并被坑杀 围照的秦军主力 自此全军覆没 小编点评 据陆之战完美 诠释了孙子兵法九弟篇中的 所谓古之善用兵者 能使敌前后不相及 兵和而不齐 投之王帝然后存 限制死地然后生 相遇在军事上的才能在历史上非常罕见 家 上个人拥有千年一线的吴勇 已经足够被称为英雄 但政治水平不足的他 在后续的发展中路越走越窄 最后四面楚歌失败生死 以正合以其胜 刘秀昆阳之战 大家都很熟悉东汉末年三国乱世 但专门研究东汉建立的人并不多 不过最近几年有所增长 实际上 东汉的建立者光武帝刘秀也是文武全才 同时也是历史上少有的不一 出身成就帝王大业的英雄 下一个得算到朱元璋合 刘秀是刘邦子孙中的庞之 可能在可靠性上比刘备高那么一点 但实际生活情况并不比刘备好多少 甚至更差 他父亲原本是个小官 但在刘秀九岁的时候意外去世 这在古代不仅仅是心理上的杂集 家中失去顶梁柱 迫使刘秀寄人篱下 在叔父家中谋求生存 数年之后 王莽窜正建立新朝 并脱离实际强行改革 使得各地地处豪强纷纷反对 后来旱灾黄灾四起 导致农民起一贫 且年轻的刘秀也以旱世宗亲的名号 拉起了反抗王莽暴政的一支一军 得到刘秀起兵消息的王莽 很快就调集了主力部队四十二万人进行镇压 率领这支部队是新朝的大司空王义 大司徒王巡 而此时已经从阳关回设置昆阳的刘秀守军只有九千人 实力相差十分悬殊 得知王莽令四十二万主力猛扑昆阳已经离城北不远的消息后 觉得无路可退的刘秀说服众人死守昆阳 并且自己半夜亲自出城 去周边城镇调集援军一万七千人 电视剧光武帝刘秀剧照 演员张光北扮演的光武帝刘秀别怕 我西梁军新到了一批美式装备定诸王莽老贼于无话戚之下 功夫大汉 大悟虽然刘秀军加起来不到三万人 与来万之敌实力相差很悬殊 但刘秀分析认为 新朝四十二万人部队并非不可战胜 只要抓住机会击溃其中精锐主力 便有机会取胜 而王义事先甩下大话 要扶灭此城 引起昆阳军民的拼死抵抗 新朝军九宫不下士气低落 刘秀趁势从城外发动猛攻 造成新朝军的混乱 而王义 王循 其后又率领万余士兵分兵冒敌清晋 被刘秀为混 昆阳城内见城外有军取胜 立刻出城 新朝军失去最高指挥官 且被前后夹击所以瞬间崩溃 几十万人争相逃窜 又逢风雷与大作 逃兵互相践踏而死 坠入至水淹死的人高达数万 昆阳之战中还有 隐时数一说 新朝军到达昆阳之后 亦有隐时砸进营区造成人员伤亡 迷信的新朝士兵都说 这是大凶之兆 士气极低一处击溃小边点评 此战完美全是了孙子兵法兵士篇中的 凡战者以正和以其胜 故善出其者 无穷如天地 不劫如江海 刘秀此战用正死守昆阳争取时间 用其牵制对手制造混乱 虽然以寡敌众 但牢牢掌握了整个战役的主动权 并在最后抓住机会击溃对手 此后 刘秀以其卓越的军事 才能凭定乱使建立东汉 连毛主席也对其有高度评价 兰芝如阴洞如雷震 毛泽东四度赤水 如果说上面两位的战力 是同一级别的风神级翻盘 那么毛主席的神来之比四度赤水 就相当于八级年加十级的超神级翻盘 演员唐国强在许多电视剧中 多次扮演毛泽东 同时还有如诸葛亮 唐太宗等著名风流人物 由于领导层的决策错误 导致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 又在撤退的过程中损失惨重 经过尊义会议后 初步确立了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的 正确路线 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 但此时 红军的境遇 已经到了悬崖边缘 大战新败 前有维度后有追兵 损失惨重 伤员众多且没有根据地 红军离开尊义后 由国民政府指挥追上来的前军 立刻占领了尊义 红军计划先向西渡过赤水 在北上渡过长江 在渡过赤水之后 路途中遭受川军 的围堵 毛泽东建北渡长江的形势不容乐观 立马调转向西 进入扎西 此为一度 蒋介石命令附近的滇军和川军一步 向红军的西北西南两个方向围堵 同时仍然在长江边上各渡口设置重防等待红军渡河 想法就是截断红军向西进的路 红军要突围只剩向北强渡长江 谁说只能北下 毛泽东指挥红军突然东渡赤水 回头又一次攻下兵力空虚的尊义 守城的部队甚至根本没有想到 红军又会出现 并且还有胆量攻城 此时毛泽东率部二渡赤水 蒋介石的剧本落空 就连许多红军的将士 都有些不明白毛泽东的战略意图 二渡赤水之后 蒋介石认为 国军内部组织涣散 派系之间嫌隙深重 只得自己亲自来贵阳坐镇指挥 并希望此举能改善国军的内部斗争 同时 毛泽东两渡赤水 齐席拿下尊义 让红军终于九败之后 尝到了胜利的滋味 内部决定让他不再是周恩来军士指 会上的帮助者 而是直接的总指挥 毛泽东和蒋介石的正式较量 自此展开 蒋介石改变了以往一位穷追的战术 换为堡垒防守和重点进攻的方式 并命令部下步步为营 南北夹击尊义 毛泽东率部重新向西进攻 此时红军有一些将领认为 应该先打位于西南守军较少的打鼓新场 而毛泽东认为 此地好打不好走 虽然有实力拿下 但时间要很长 万一对方援军赶到就难以撤离 因此 毛泽东力排众议 讲清楚了利弊 让部下转向攻打西尾的鲁班长 攻打守军实力相对较强的鲁班长 虽然成功率会下降 但这里的地形开阔 能挤打挤走 而蒋介石听闻红军主力 在猛攻鲁班长之后大喜 认为全歼红军的机会终于来了 虽调集周边的守军 全体向鲁班长靠拢 而毛泽东的战术 就是要牵着奖的主力走 情报部门发来 讲调及大军的密信之后 他只向刘伯承问道 上次渡赤水河的福 乔还在不在 随后 红军撤离鲁班长 转向北进 占领毛台正后渡过赤水河 此为三度 事情进展到这里 红军内部很多人的怀疑变为了不满 因为从此时来看 毛泽东的指挥 让红军不停地在赤水河边上左右横跳 而国军的围躲越来越紧 再这样下去 非被全歼不可 于是 解除了毛泽东的指挥权 让周恩来担任 但毛泽东用接下来的作战方案 说服了周恩来 使之免于军权的解除 接下来的指挥 大家看好了 毛泽东先是派出一支阳工部队制造北上的声势 让蒋介石兴奋地以为 红军主力终于忍不住要渡过长江了 于是 下令南部的防守部队开始往北边进发 其后 毛泽东突然再次渡过赤水 此为四度 阳工向东前进 蒋认为 红军想要重回遵义 于是 下令北边防守长江的部队 开始南下截击红军 最后 毛泽东下令直扑蒋介石所在地贵阳 此时战场上的形势是很滑稽的 赤水 以南的国军再往北走 赤水以北的国军再往南走 而红军从之前所在地的空隙中 向南多国武将直插贵阳 身在贵阳的蒋介石 此时不仅是吃惊和愤怒 更是恐惧 因为他的部队此时基本全在乌江以北 慌乱之下收缩了不多的部队 死守贵阳保全自己 而红军突然阳工东进 平月城下突然向西 并于龙里西边偷偷溜出了包围圈 而此时 蒋介石指挥的几十万部队 正在乌江以北 沉浸在以全肩红军 打死了朱德的各类虚假消息中 欢喜不宜呢 小编点评 遵义会议之后 红军的形势 有如完离位困之危局 士气低落如星朝军 而蒋介石论士气 论不己 论人术 论有利地形 均远胜于降雨 刘秀 但毛泽东以齐谋四度赤水 已若胜强 巧妙地玩弄敌人的心理与鼓掌之中 大胆地在敌人占领区大范围运动作战 堪称战争史上无法复现的金链之战 完美地诠释了孙子兵法军争篇 终 顾其极如风 栖虚如林 栖略如火 不动如山 难之如阴 动如雷震 今天是毛主席一百二十五周年诞辰纪念日 仅以此文献给上天赐予中华民族的伟人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